這次的演唱會除了唱他兩首就是中文的經典曲之外 就是他手段選他台灣的部分 他會加唱一些就是比較經典的中文曲目 然後在他新歌方面 他會新歌或者是舊歌 是他的比例上面會哪一個來的比較多 嗯 OK 好,所以她在問我關節 她說,我們知道你會給我們兩位中國歌曲 她在問他會有更多中國歌曲 在這首歌曲 而且你會看到一些新歌曲的新歌曲 她問她是甚麼是新歌曲的 新歌曲和新歌曲的新歌曲 不像是哪些歌曲的? 好, how many? 我們不知道 yet 但在最後一年來我曾經歷過中國 在中國 開拍攝 然後我會選擇一些歌曲 在外國的歌曲 配合新的歌曲 但我還不需要檢查 但可能我會選擇一些 新的歌曲 可能 他說其實他這樣還不確定 不過初步來講 他說應該會有 剛剛最後一段他是講說 會有三到四首歌 新歌出現 那其他的就是一些 比較大耳熟能上的經典作品 那同時他也強調了 他說這個 因為之前他去大陸巡迴演唱 那他在這個大陸的時候呢 他就學會了一些 中國當地manman大陸的歌曲 那他說他也會把這些 難化進來 在我們台北演唱會中 還有其他的朋友們要問問題嗎 我會想要問兩個問題 第一是小莉莉莎說 她十四年前有帶爸媽 一起來台灣看演唱會嗎 那這次來台北再開演唱會 有沒有會想要再帶家人來 那第二個問題是 有沒有聽過哪些台灣歌手 想要合作的對象 她則然有兩回答 她也有兩位問題 一位 również 第一位是 你剛才會到台灣 四年前 四年前 你和父母親之間 如果你去 here the other times artists singers or musicians in any kind of way okay the first question I think I'm gonna bring my mom my father passed away a few years ago so I cannot bring him but you know she's coming and then second question I was would you like to sing or to cooperate anyway with the wider yes 這條文章是一件事我一直在心中 但我只是想去找一個很好的時間 去找一些很好的藝術 所以我不會在急著 但未來我會想跟一些中國的藝術藝術合作 OK 好 剛剛有回答了 他說第一個部份就是 他因為爸爸已經走了前幾年過世 所以沒有辦法帶他來 不過媽媽會一起過來 第二個問題他說 他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他心裡有沉淺下來 但是他還沒有一個確切的動作 所以他說未來他會考慮 他知道台灣有很多很有才華的歌手 而且音樂家 他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跟他們一起合作 好 好 I guess that will be it Yeah Everyone is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concert so hopefully you will have a great stay here and have a great concert as well Can't wait to see you again 好 那我們就再次以熱烈掌聲來 謝謝小莉莎今天帶給我們兩首非常好丁的歌曲 Thank you Thank you Lisa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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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